我刚刚讲的这个Maxwell Demon 就是有人有比如说有个设计 我现在假设我有个箱体像这样子 那这个我设计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里设计一个这样子 这有个弹簧这个弹簧 好那这样的一个弹簧呢 它有什么用处呢 你想想看弹簧如果我今天一个 我可以就用来选择我的例子 我换个颜色来画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例子 我这样飞过来撞到它 如果我的速度够快 我就可以把弹簧怎么样 顶开来对不对 顶开来然后我就反射 我就跑到这边去了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例子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假设我今天用一个速度比较慢的例子 这样子飞过来我顶不开 我就被弹回去了 那就有人想过这样子 那我这样久了久之是不是这边都是高温 这边就是低温 对不对 那久了久之就一边高一边低 那我是不是就会变成怎么样 就有点像maxwell低温 那当然另外选低温的也有 这边可以另外再做一个选低温的方式 另外做一个选低温的方式 好 那所以呢 这样久了久之我就可以达到maxwell低温 他所想要的一个目的 想要的目的 那那这样子的话 那不是热力学定律就被违反了吗 好 那我们光讲这个高温到低温到高温的这个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怎么破解这个问题 我可以自然产生一边都是高温一边都是低温 先不管说怎么样选低温过来 光是低温到高温这件事情 如果我可以这样做的话 做一个精密的弹簧嘛 对不对 好让他 能量够我就会飞过来 能量不够呢 就会弹回去 好就顶不开这个 顶得开跟顶不开的意思 那那这样怎么办呢 这样子我真的就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了 大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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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出来什么地方吗 呃 因为原先在 左边的盒子 他的能量也会先达到平均 所以他不可能 因为 只挑 动能较高的例子跑到右边去 一定是先 在左边先形成热平衡 对 但是热平衡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例子没有错 哇热平衡他会变成这样子 那当然你可能有这样子速度比较慢 这是V 对不对 你可能有速度比较慢的撞到他就是蓝色弹回去 但是你还是会有速度比较快的 热平衡是指这样的分布平衡 你还是会有速度比较快的分布 撞到他飞过去 对不对 好没关系 这个我跟你们讲答案是什么 好 其实maxwell demon最大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他会跟资讯理论有关 如果maxwell demon他必须要去判断 这个例子的速度是快或者是慢 判断这件事情是需要花能量的 了解意思吗 好 举个例 即便以下这个设计来说 你一个高速的例子撞到他把他顶开的时候呢 顶开他是不是需要做工 弹簧嘛 对不对 弹簧2分之1kx平方 你把他顶开的时候你就做了工了 但是你被弹出去的时候 他还弹簧还在什么状况 还在把你这个能量吸走的状况 所以你这个例子的能量剩多少 是不是2分之1mv平方-2分之1kx平方 对不对 你本来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为了顶开这件事情 结果你损失了能量 你进来的例子 你的速度就不是什么 你最后新的速度是什么 2分之m开根号 这是你新的速度嘛 对不对 v' 所以呢 最后你过来的例子还是速度不是快的啊 所以Maxwell Demon 其实为什么他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其实Maxwell Demon告诉我们的事情是 这个东西啊 你去做任何资讯的判断 他都不可能不花能量的 他都需要花能量的 所以呢 你也没有办法透过这个形式去把热的东西变得越热 冷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冷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当时这个Maxwell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 大家吓一跳说 哎对哦 这样子好像真的可以 可以让假设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监视 监视这个粒子速度的东西的话 我不对地 我不对粒子产生任何的反应哦 对不对 就可以把它分的一边冷一边热 但是不要忘记 所以你要量测粒子 后来量子物理也告诉你嘛 对不对 你要知道一个粒子的速度 或者是或者是他的能量 动量或者是能量 你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你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 就知道什么 知道每个粒子的 不管是确切的X 或是确切的P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弹簧的例子一样 所以最后这些量测会导致什么 导致说你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的 所以这些是要付出代价来的 或者反过来说 你有一个你可以创造一个这样一个Demon 去做到你刚刚要的事情 可是他就不违反热力学的定律 为什么 因为你做了工了 这样了解意思吗 那当然了 这个Maxwell的Demon这个想法 还是很有趣 就是说很多人 很多人 还是想看 想看看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比如说有人设计一个极轮 什么叫极轮呢 就是 他可能长得类似这样子 然后 这个类似这样一个尖尖的东西 就是说我粒子飞过去的时候 我这画太多了 粒子这样飞过去的时候 这里的弹簧是这样卡过来的 我粒子飞过去速度够快的时候 我可以推动极轮 我就会飞过去 我画的不太好 应该是这样飞过来 他就打开极轮就飞出去了 然后就往前就动一个 这就弹簧这样子 那反正很多人想了很多种方法 就是说 是不是试图可以达到 Maxwell Demon这个效果 让他一边会冷一边会热 而且呢 尽量不要损失能量 但是到目前为止 应该说热力学定力告起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他就说 Maxwell Demon就像这个猫一样 好几次他都死掉了 他站起来了 他活了 对不对 就像新的一样 有人想到新的方法 结果后来呢 发现又不行了 所以他就死掉了 对不对 所以像九命怪猫 Maxwell Demon 大家一直想说 能不能创造出这种东西 好马克思惟1 可是事实上呢 通常都会在某些点上 被人家发现 其实这个地方呢 会消耗能量 会需要提供能量 所以 其实马克思惟1 还是不行存在 好 所以关于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事实上呢 就这四题 大家自己要写哦 好不好